在日语当中呢 问候语也是非常的多 汉语中的你好呢 因为在一天当中呢可以使用 然而在日语当中 问候语的使用呢 全是时间上限 比方说刚才提到的 通你起碗是白天使用的方法 当然了 晚上或者是晚上说通你起碗呢 也不能出了口大的错 另外 我们以前呢也讲过 日语的特别呢 语调上 没有什么情绪 好 下面呢 西大衣 同你起碗 同你起碗 怎么样 日语的音节呢 比汉语少得多了 一般 一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